你可曾知道 当你在阳光下尽情奔跑 你的肺正沐浴在危险的悬浮微粒中 空气中历尽小于2.5厘米的灰尘粒子 被称为悬浮微粒 会随着我们呼吸进入到肺部 甚至穿过肺炮 进入到血液中影响体内的各项机能 我们每吸一口气 就是在不断地伤害肺上皮细胞 使肺部持续发炎 逐渐造成纤维化、气喘、干咳 呼吸困难等症况因应而生 TCI大疆生医研究发现 香茅汗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 具有强效抗氧化、抗发炎能力 可以有效地抑制肺部发炎 并提升修复力 研发团队在体外细胞实验中证实 香茅汗 需提升肺部上皮细胞修复能力达百分之三十 亦可抑制肺部上皮细胞受诱导发炎反应后的发炎因子 interlooking at 分泌达百分之六十 可抵抗上皮细胞因发炎而转变成纤维化细胞形态 提升抗肺纤维化指标表现 阻止肺纤维化发生 此外,TCI在人体试验中也发现了 香茅汗子可提升受试者肺活量 使呼吸更顺畅 并可抑制过敏反应 提升受试者免疫能力 面对空风风暴来临 香茅汗子可强力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 并提升肺部自我修复能力 是您的最佳选择